面宿又叫捏面人,是一门流传于我国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古代,每到逢年过节,民间都会捏面人,以求及纳服,久而久之,以此谋生的首艺人便应运而生。 能显时,面宿艺人挑弹题和沿街叫卖的景象曾是街头的一道风景,这门首艺世代相传,沈阳的于喜全便出生在一个面宿世家。 7月6日,接着来到于喜全的工作室,作为沈阳于世面人的第四代传承人,于喜全介绍,因为从小在山东老家长大,对面宿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在父母的如沐染下学习了面宿,也自然而然地将这门民俗文化传承了下来。 在于喜全的手中,各色面团经过捏搓揉鲜后,以各种唯妙唯肖的形象出现,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意义。 三鹰站吕布,木归鹰挂帅,哪吒闹海等众多经典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他创作的对象。 于喜全最大的特点是擅长速速,就是在现场用最快的速度,以表演的形式来制作人物面宿肖像,最快只需十几分钟。 2016年,于喜全为到沈阳故宫进行友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现场制作面宿肖像,并获得默克尔的连声称赞。 他实际上最大的难点在于说什么,就是说不是行而是神,一个人的神态,包括我给很多人做这个肖像,包括默克尔总理来沈阳市我能给做,不是说我行做得多么准,而是我那个神态表达出来了,他觉得特别满意。 于喜全说,瞬间捕捉一个人的特点,这不仅需要天赋和灵性,更需要长期的训练。 我这个面影和面朔想传达的是一种精神和张力,就是通过我迅速表演的过程,给别人带来一种赏心悦目的一种审美。 为将面术艺术广泛传播,于喜全多次参加国内外的艺术展示活动,曾出访韩国、德国、东南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场表演人物面术肖像。 对于面术艺术,于喜全有着自己的观点。 尤其社会发展吧,他这个个人的一个追求和趋向不一样,但作为我来讲,我是始终是出新不改,因为我觉得面术它就是术术。 如果细的话,我拿硬核材料,我可以3D打,我可以用刀去磕,都可以做得很细,但是失去了面这种特有的这个灵性。 面是什么可说性强,操作起来还快,表达手法灵活,就是说我是通过不加不减,迅速地捏,拨条案,就能把一个人物赶成片,经过重叠折合,变成说出一个人物,是这样。 除此之外,于喜全尤为喜欢创作拥有故事情节的微观群素,白子图,民族大团结都是他的群素作品。 2013年,他曾耗11年多的时间,打造了一组长达6米的面素版清明上河图,用去200多斤面粉,近千个形态各异的人物,五官,胡须,发际,甚至表情都清晰可变。 平面变立体,它有空间感,这空间感就比较难做,所以这中间改了做,做了改,这里人物,原则上人物是几百个人物,但我改了做做了改,那已经就说没几些树了,包括那个树啊,树的造型都要跟原作的造型基本一致,透视关系的合理,所以对这些画的有一个特别了解。 采访中,于喜全多次向记者坦言,从事面素艺术几十年,纯粹是出于内心的热爱,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创作,也会将当下的流行文化和大众关注的话题结合到自己的作品中。 现在,他的作品中更多了几分沉稳与内涵,未来还会将自己的作品进行归纳总结,便于后人欣赏与参考。